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怎么办呢 白泽拿来木板架在深沟上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走过去了 这就是桥梁 人类很久很久以前就懂得利用桥梁来渡过河流和山谷 现在中国造出了全世界最高最长的大桥 非常壮观 白泽 阿都 我们去看看宏伟的大桥吧 阿都吧 这是小朋友都很熟悉的唐代大诗人 李白描写桥的诗句 桥梁跨越道路 江河 山谷 甚至海洋 给我们带来了交通便利 而且 桥梁像李白描写的一样 就像彩虹 架在河面上一样美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种类型的桥梁 这些桥梁有什么不同呢 白泽 我们去看看吧 原始人白泽要经过一条小河 原始人白泽想跳过河去 河太宽了 白泽掉进了河里 原始人白泽想用冲杆过河 阿都 冲杆断了 白泽又掉进了河里 原始人白泽想游泳过河 水流太急 白泽被冲走了 原始人白泽终于想到了好办法 把一棵大树的树干架在桥上 做了一个独木桥 阿都 白泽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过河了 独木桥就是最早的梁氏桥 梁氏桥就是主要用梁来承重的桥 从独木桥到木梁桥 石梁桥 钢梁桥 几千年来梁氏桥的建筑工艺一直在不断进步 白泽 白泽要在花园的人工湖上建一座桥 怎样才能既实用又美观呢 白泽想啊想啊 突然看到了湖面上出现了一道弯弯的彩虹 太美了 白泽按照彩虹的样子修建了一座拱桥 拱桥是一种最常见的桥梁 它主要以弯弯的拱来承重 造型优美 就像一道彩虹挂在河面或湖面上 我国隋朝时代建造的赵州桥 就是拱式桥的代表之一 探险家白泽在原始森林里 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 怎么过河呢 白泽想到了办法 他用森林里长长的藤条 吊着一块木板 在河上做了一座吊起来的桥 白泽真聪明 白泽做的吊桥就是旋锁桥 旋锁桥主要用旋锁来承重 它是所有种类的桥梁中 跨越能力最大的桥梁 美国的金门大桥 日本的明石海峡桥 中国的江阴大桥等 都是旋锁桥 白泽要建一座跨海大桥 通往美丽的海岛 海上风量很大 大桥一定要有很强的抗风能力 白泽采用了斜拉桥结构 斜拉桥不但跨度大 而且抗风性能好 鞋拉桥是靠拉锁 塔和梁一起承重的桥梁 它看起来和旋锁桥很像 不过也很好区分 钢锁乘不同角度绷紧 与梁直连的就是斜拉桥 两条粗钢锁 承向下的弧形 隔一段有一条垂直钓锁的 就是旋锁桥 现在我们国家建造的 港珠澳大桥 主桥的三座通行孔桥 都是斜拉桥 我们中国建造了很多座 宏伟的梁桥 拱桥 斜拉桥和旋锁桥 桥梁给交通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现在我们进入白泽魔法时刻吧 啊 跟吧 白泽魔法时刻 一对大象用尾巴和鼻子 连成了一座象桥 白泽和小童子们 手两手成了一座人桥 桥梁不但可以连接道路 江河和山谷 桥梁也可以连接我们每一个人 白泽合体 白泽白泽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爱科学的白泽 什么都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梁 两个孔 不认为 三个孔 一 两个孔